Z1终于官宣了 随着官宣的号角 一大批摄影大V在YouTube上开始 发布自己的使用感受 我用最快的时间 看了首发大V的这些视频 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总结一下 大V们的使用感受 大家好 欢迎回来夜叶声歌 我是你们加拿大温哥华的声声 提前讲一句 我今天总结的都是 说英文的YouTube大V 所以华人的大V 就不需要对号入座了 不过如果真的哪个华语的大V 说了看了我的视频 那我应该是高兴呢 还是高兴呢 必然是甚是荣幸了 所以来温哥华的时候 记得叫我 我请你们吃羊肉串 这个相机我之前就非常的关注 一直在思考 是否需要入这么一台相机 第一时间我就收看了 YouTube上的各种视频 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些大V都是我蛮喜欢看的 他们也用自己的风格 介绍了很多有趣的功能 比如产品的演示功能 比如横屏 比如它的浅光镜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第一位大V 它对相机整体还是比较满意的 测试了很多新的功能 比如产品的演示 面部曝光 背景的虚化 但是它没有怎么去讲缺点 比如没有现场演示麦克风的效果 也没有给我们演示Vlog的画面的效果 另外也没有去给我们演示防抖的效果 或者是是否有裁切 这些都统统没有讲 第二位大V应该算是第一个摔坏了Z1 ZV1系列的大V了 它对比了RX100和ZV1 进行了一个间对间的Vlog对比 还是蛮受用的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它的防抖两边是什么样的效果 另外也看到了ZV1 其实比RX100的焦段更长一些 应该是25毫米左右的等效焦段 具体怎么算的呢 因为RX100是9毫米 等效是24毫米 那么ZV1是9.4毫米 其实你按照这个比例去算的话 它的焦段应该是25毫米左右 另外它没有介绍Standard和Active的防抖 有多少的裁切 也就是一般的防抖和主动防抖 有什么样的区别 第三个大V吐槽了很久 ZV1没有办法在屏幕上调整参数 比如ISO快门调整 每年的开启等等 都需要忙操作 或者是把相机拿过来 然后屏幕搬过来再去操作 对比了一下佳能相机 也就是他们正在使用的相机 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就是吊打索尼 另外他们也吐槽了这个焦段 因为他们觉得等效焦段 大概是26毫米左右 再加上主动防抖 焦段大概会变成30毫米左右 作为一个Vlog的相机 他们感觉这个不太能接受 而且他们经常是两个人一起出镜 他们就更加的不能接受了 另外他们也展示了一下美颜 但是他们觉得美颜的算法 应该可以会更好 总而言之后到最后 他们总结了一下 他们觉得这个相机更适合一些美妆博主 或者是在工作室里面经常 就是有一个固定机位 加三脚架的时候拍摄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那第四位大V呢 他说在31毫米的时候呢 光圈就基本上变到了2.8 所以大部分的焦段呢 都是在2.8的光圈 没有30分钟的这个录制限制 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在室温状态下呢 可以拍摄大概6个小时左右 有一点他不是很满意 他觉得如果加上脚架的话呢 换电池和SD卡就会显得非常的麻烦 另外在直播的时候呢 4K 30P不能对眼部进行追焦 不过我自己觉得现在的直播 可能4K还目前达不到吧 6月份呢 他说会有一个升级 直接可以使用这个相机做摄像头 加弹已经在这边呢 跑到前面了 另外呢 他说24毫米的时候呢 在4K和Active防抖 也是主动防抖的情况下 相当于31毫米左右 他也详细的对比了一下 1080 4K一般的防抖 和主动防抖的这个焦段的变化 我觉得他讲的还是蛮清晰的 另外一位大V呢 他对相机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 他觉得唯一的一个缺点呢 就是不是USB-C的接口 而且这个呢 是一个美女主播 不是美妆博主 而是美女主播 最后一位大V呢 也是我经常看的一个博主 他也是一个美女主播 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相机 而且他也拥有了好几台RX100 之前的系列 那他也比较期待将来的这个软件的升级 可以用这个相机当做一个摄像头 看了大V们的介绍 可以说每个大V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评测的角度 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是个美女主播 或者经常测评开箱视频 可以直接入手 如果不介意自己在镜头前会略显大支 也可以考虑入手 至于我嘛 每一次看到新相机 或者是长得不太一样的相机呢 都会想把玩一下 就好像是 哎 好像你懂的啊 但是确实这个事情吧 要从自己的自身需求出发 考虑一下你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一台这样的新相机 另外呢 就是需要得到媳妇的批准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 如果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 转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